10月18日,美国第一支与比特币相关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ProShares比特币策略ETF首次在公开市场交易 标志着加密货币行业一个重要分水岭的到来 与此同时,比特币价格持续走高 周二上午在纽约交易价格约为62,000美元 仅略低于4月创下的纪录高位 而数字货币的兴起和减少使用美元 正在推动美国财政部审视其制裁措施的有效性 美国财政部18日表示 数字货币即减少使用美元或削弱其制裁效力 为了让制裁保持有效,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新的支付系统、数字资产的出现 网络犯罪、战略经济竞争对手 以及需要仔细校准以确保制裁 不会阻碍合法人道主义援助 流向需要援助的人的情况所带来的风险不断上升 虽然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 但科技让人们更容易将目光投向美国金融体系之外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这一趋势意味着财政部需要更新和现代化企业务 并发展能够应对日益复杂的财务状况的劳动力和基础基础设施 据洛杉矶时报10月18日报道 在极度炎热和极度干燥的这一年里 加州报告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干旱的年降水量 专家们担心未来12个月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西部地区气候中心增加了其每个站点报告的平均降水量 并计算出2021年的降水量 加州总共有11.87英寸的雨雪 这是专家预计的加州年降水量平均水平23.58英寸的一半 而加州所有主要水库也都低于其平均存储水平 加州州长纽森呼吁加州人自愿减少15%的用水量 州政府官员说 如果今年冬天持续干旱 他们可能会实施强制性用水限制 洛杉磯港和长滩港积压大量集装箱船数量创下新高 截至10月19日 有100艘船等待进入和卸载 这个数字打破了上个月97艘船的记录 疫情前通常仅会有约17艘船停泊 预计到21日还会有45艘船抵达港口 积压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南加州的两个港口占了进入美国的所有航运集装箱的40% 拜登政府说积压货物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一家玩具制造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纸板和塑料等运输用品的成本最近增加了300% 预计到明年一些玩具的价格将翻倍 一个代表服装制造商的贸易团体要求采取更多措施 包括召集国民警卫队 甚至利用海军港口帮助卸货 正当远洋货轮在南加州海岸水域苦苦挣扎时 周二 奥克兰港向船运公司发出请求 希望船只改变航线 选择驶网空无一人的奥克兰码头 捷克财政部10月18日表示 计划将在11月12月暂时取消 该国电力和天然气使用的增值税 捷克成为最新一个采取政府干预 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欧洲国家 尽管此举将令捷克每月损失785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 但能在天然气价格暴涨背景下 一定程度保障该国居民基本能源消费需求 业界担忧 过度干预能源价格不仅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 还将令公共服务部门面临倒闭风险 此外 德国将对可再生能源的税收削减了三分之一 这项税收占私人电费的五分之一 法国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100欧元的财暖补助费用 近期 中国加快了房地产税试点项目 深圳 海南 浙江等地可以不必等待房地产税立法这一漫长过程 可先加入试点范围进行动真格改革 一方面用市场化手段代替行政调控手段截燃眉之极 另一方面可给其他地方和全局配套改革探索更好的案例经验 他坚持认为在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范围方面做一些制度创新 既适应市场分化格局下不同地方有针对性的现实需要 也为统一立法过程增加一些本土经验 作为优化立法的依据 完成立法后对地方充分授权 区分不同情况分布推进